继续来关注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在伦敦中毒事件 继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强烈谴责俄罗斯并驱逐俄外交官之后 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昨天又公开表示 极有可能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下令此次袭击 约翰逊当天表示 普京极有可能亲自下令在英国街头使用军用级神经毒计 袭击前特工斯克里帕尔 约翰逊的话将本已紧张的英俄关系更加陷入冰冻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雅克文科当天就此回应称 英国无视俄罗斯的要求 拒绝透露有关调查的任何信息 表现出极强的殖民风格 俄罗斯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及女儿 4号在英国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市街头昏迷 英警方说两人中了神经毒计 英政府指责俄罗斯极有可能与此事有关 而俄外交部称 英国试图掩盖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的真相 给大家看